歡迎收看 JB 單車兄弟 今天我們有新拍檔 就是阿蘇 Hello, 大家好 大家可能都會見過我 其實我之前是有跟他踩過單車的 我們上次一起踩過綠頸 對了 然後剛剛還踩過青宮 有兩條片出現過 就是阿蘇 阿蘇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拍檔 我們今天很開心來到怪獸單車 怪獸單車有兩間分店 我們今天來到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大埔分店 他們另外還有一間是油麻地 今天我們要說一下Iron Man的故事 誰是Iron Man Marvel Iron 吃叉燒味道的Eric Cork 其實不一定的 也不是的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大埔怪獸單車 就講這個Sippo Bike的故事 它的主人翁就是田中信行先生 田中先生 他創立了一個牌子叫Sippo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他 由零開始到創立到這個牌子的心路歷程 以及講一下他的故事 還有我們精選了有幾部車的車架 哪些路線適合哪些車架使用 我們都會講一講 對 你以為我們今天會來介紹Pinarello Berdy Berdy 都不是 我們今天就是講這個 這麼英俊的三鐵專用的車架 Sippo Bike 不過就不是這輛Mamba R 我們會講Sippo這個牌子 我們稍後會詳細再講他們其他的車架 沒錯 OK 剛才我們剛剛講了 為何要過來這個大埔怪獸單車 我們就講這個Ironman的故事 一定要講一下Ironman 為何要用這些這麼英俊的車 我們首先要講一下Ironman的比賽規則 甚麼叫Ironman 即是甚麼叫三鐵 或者是Triathlon 其實有哪三鐵呢 大家都可能知道 跑步 游泳 以及踩單車 其實奧運裡面都有三鐵的比賽 奧運總共要走51.5公里 另外還有三鐵的比賽 就是113和226公里 大部分三鐵的車手 他們的目標都是要向最高電堂的地方進發 最高電堂在哪裏 最高電堂就是在夏威夷的Kona島 那裏很漂亮的 有山有水 很適合玩三鐵的比賽 或者三鐵訓練都可以的 最高電堂就是在那裏舉辦的 沒錯 而田中先生他們最厲害就是玩三鐵 他們是三鐵的選手 所以他們SIPPO這個牌子 最出名就是做三鐵車 剛才我們提到Kona這個最高電堂的比賽 我們就講一講Kona這個最高電堂裡面 選手們究竟用什麼車呢 我們現在就講一講 由於這個COVID的關係 我們最新的資料就去到2019年 我們馬上講一下選手用什麼車 好 2019年 第二頭SOPPOPE的15架單車 就是有Canyon的Speed Max 有Track的Speed Concept 有SCOG的Plasma 5 Servelo PX Pinarello Bolide的TR Plus Quintiana的Root T6 當然有Speed Specialized的Shift Disc 有Felget IA2 這麼說這麼久 當然會有SIPPO 主角來了 主角 有SIPPO的VIPER 以及SIPPO的VATER R 當然還有BMC 有Factor 還有Diamond Black 這些都榜上有名 我們稍後會講一下 SIPPO的Triathlon的車架 以及我們會講一下它的車的特性 我們剛剛講了三航鐵人 究竟最高電堂用什麼車 以及三航鐵人的小知識 我現在就講回田中先生的故事 我們主角田中先生 他的名字叫做 Tanaka Nobuyuki 人稱Joe Ogenki Deska Takana-san 田中先生 在1990年的時代 開始參加三航鐵人比賽 他開頭兩年 覺得傳統的公路單車 不太令他滿意 他自己很想開發一架 專為三航鐵人而造的單車 參加比賽 他有一個機會 1993年的時候 他跟一間日本三航鐵人的專門店 合作開發了一部 鋁合金造的三航鐵人的專門單車 六年之後 田中先生跟這間三航鐵人的專門店 開發了一部三航鐵人的 鋁炭複合材料的650C的單車 這個結果令到田中先生 在沖繩的宮古島 一個Strongman的比賽中 拿了一個很好的成績 我們每個香港人都很想去日本玩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都很想去 直到那時候 田中先生了解到 三航鐵人幾何的單車重要性 他可以幫助參加者縮短到 一個比賽時間 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與此同時 當時單車車架的材料 由鋁合金轉為碳籤 田中先生的想法就是 他不想在比賽的工具有妥協 他想找一部100%碳籤材料做的三鐵車 但市面上沒有三鐵車的品牌 亦都買不到 三年之後 田中先生就有機會 他去了一間 碳籤的工廠找到一個代表 跟他談一談 之後他將他的想法 和他的想法 跟代表談了 這個是一個機會 令到他可以少批量生產三鐵車 這就是SIPPO的開始 經過兩年的時間開發 SIPPO在2004年 又在沖繩宮古島 一個Strawman比賽上首次亮相 2006年的時候 SIPPO製造了一架叫T.T. Killar 以及T.T. Venom 就成功製造了出來 2008年 他這兩款車 吸引到眾多選手的注意 並且獲得官方鐵人單位 取得了合約 這個就是SIPPO的理念 他充分考慮了三項鐵人的特性之後 根據三項鐵人的幾何 以及他的重量、光性、碳籤的形狀 開始製造SIPPO的車 時間一轉 去到2017年 他在2017年附近的時間 他就參考了SIPPO的比賽運動員 不同年齡層、不同範疇 根據他們的經驗 再進去Winterno 一邊測試 就不斷地做一個改善 去優化的產品 在SIPPO推出的 第十個年頭 當時是2014年 已經有72名選手 就用SIPPO的車 參加三項鐵人的錦標賽 在夏威夷 我們剛才說的KONNA比賽 就參加了 有72名選手 當時這個號碼 已經跟一些大牌子的使用率 使用的次數 不分上下 已經是很成功 SIPPO就不斷進化 不斷有不同的產品產品項 這就是田中先生的SIPPO開發的故事 亦是他的Ironman的故事 剛才講完田中先生的生平熔 為何會創立SIPPO這個牌子 我們要引用田中先生 教你如何選擇車 我們來 田中先生說 如果你想選擇三鐵車 那就買一輛三鐵車 是否是廢話 不是 不是廢話 為何不是廢話 這是故中有含意 因為三鐵車還有細分 對 看看大家是否新手 如果是新手的話 其實都不建議一來就直接上三鐵 所以SIPPO出了一輛 叫Mamba 或者Mamba R 對 它這個就是一個多用功能 多用功能 Versatile一點 它可以變成Roll bike 又可以變成一輛TT車 還可以帶你輕度越野去旅行 有Grafo概念 一個多合一的一輛車 Versatile的好像是阿蘇 剛才的碼頭 如果大家 我是踩過的 我懂得踩單車的 我懂得踩Roll bike 那你就可以直接上三鐵 三鐵就可以有 Katana 和Viper 這兩輛車都有在細分 Katana 它的直路加速性能好 由於它加速性能好 它就可以掌握到上波下波的路段 但是沒有Mamba R 或者Mamba 可以上一些很高的山 它不是那種 小山優可以掌握到 Viper 或者Viper R 就適合一些比較平坦 Smooth 平坦一點 沒有那麼上落的路面 路面就可以用Viper 或者Viper R 這個就是田中先生的推薦 當然 還有它們的標誌 Shadow 沒錯 我們稍後會再講 那些車的規格 以及它們有什麼功能 OK 剛才提到 田中先生介紹這麼多車給大家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有能力的話 三部都要光 我要光 是 有能力的人就是它 好 我們可以說一說 師傅的單車特點 它們的車全部都做了風動測試 可以保持Aerodynamic的情況 亦可以有一個長距離 踩單車都不會那麼累 舒適的 比較舒適 又有內力 這樣 另外 因為它也是日本仔的設計 它是適合我們亞洲型的身材 嬌小零龍一點的人士 都可以適合使用的工 是的 最嬌小的人士 幾多厘米都適合適合 150厘米都可以做到適合 所以身材矮一點 都可以適合買這個Sippo的車 做到適合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優勢 因為可以適合到的年齡層很廣 由很小的男生和女生 甚至小朋友都可以適合到 我覺得是一個優勢 是的 另外它也可以結構簡單 也可以做一個軟精 是的 容易維修 即是維修很簡單 是的 去到大家去其他地方 旅行 踩它的話 可能任何一個單車的師傅 他都會處理這輛車 是的 剛才我們剛剛說了Sippo的車的特色 我們打頭陣 我Billy仔在私心的 就想先說這輛MANBAR R 這輛MANBAR R有什麼特別呢 好像剛才阿蘇說過 它是一輛很多用途 很優勢的車 它總共又可以做到Roll Bike 又可以做到TT車 又可以玩Triathlon 又可以去旅行 裝一些Grafo的Tiling 都可以的 可以放進去 就是一輛這樣的車 我們逐樣說 阿蘇好嗎 好啊 剛才我們說到它可以駕駛很長距離很舒適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安裝到35mm的車輪 它可以行軟 所以大家可以安裝35mm 都沒有問題 這輛車輪也是很寬散的 對 裝一些菠蘿胎都可以 後面這輛也是很寬散的 對 我們又要說一說它的架材料 你看它的架材料上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好像機翼型 機翼型 它的英文叫做Aerotubes 你可以看到它的設計比較破風 整個車架都是用這個技術去做的 另外 它有UCI認證 有UCI認證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用來參加比賽用 另外 它也有一個不對稱的後下叉 可以靈致它踩踏的時候 效率會比較好 現在很多單車都有這個設計 另外它的座通 我們講座通這個位置 它雖然現在拆了 你可以看到孔孔這個位置 它設計到比較有破風形狀 又是Aerodynamic 我們講回前面的頭叉 它是一體成型的 一體成型的好處就是 光性好些 又是可以踩快些 另外 另外 我們要講一下它的座安系統 雖然這輛車已經拆了出來 它的座安是很特別的 它是不像我們平時的駕駛駛 要收幾口六角的 它是可以前後移動的 亦都可以動動的範圍 亦都比較多 我們之後會補回相片 網上套上的相片 放回去就能夠展示給大家看 比較方便的設定 而且亦都可以遷就你不同的姿勢 因為你玩Trivalon 又不跟你插高麥克風的姿勢 這個比較遷就一點 我們要講一下它的車的規格方面 由於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車架 我就可以約會講一下 它可以裝到什麼配件 這輛車是容許你裝2X或1X的groupset 即是一塊大餅、兩塊大餅都可以的 可以裝Cimeno的DI2 Cimeno的GRX SRAM的ED-TAP的ACS FSK的K-ForceWE 或者Classify的PowerShift Hub 它都可以裝到的 在groupset方面 大餅方面 我可以講一下它最大可以裝到多少 Maximum是53.39 Minimum是53.34 它不同廠牌可以裝到不同的 我就舉個例子 顏色方面 你看到它這個是紅白 它亦有一個是紅黑的 我自己Billy仔 就覺得兩隻色 紅色都OK的 紅黑的字就沒有那麼出 紅白的字就比較出 但是兩個都OK的 車架方面 我們講一下重量 Emma是1120g 有一體成型的前叉 450g 再要提一提 它這輛車架 雖然現在它是沒有裝到一個插頭bar 但是它是可以兼容到走全內線的 它是可以裝到全內線的一個插頭bar 亦都是電件或者機械件都可以 它兼容到的刷車碟 最大可以裝到160 前後快刷 它可以 如果你乘車買回來 可以用Vision FSA SMR系統 還有它的電線走線都可以做到 它的操控方面 就是經典公路車的中性操控 加上SIPPO的AERO DYNAMIC的設計 它的裝水壺架方面也有少許特色 它是有一個outro的套 讓它的車架 這個預留的位置更多 這個位置是一個特別的位置 有一個含入式的設計 另外 BB規格 我們看看BB的孔孔 BB孔孔就是用BB-386 BB-386代表甚麼 好像有些東西可以做到 當然可以換陶瓷啡檸 對 它可以用到Ceramics Beat Evo-386 SRAM和Cimano都有 它最好的地方 這個改件有黑色有紅色 配色也可以 可以裝上去 這樣就很漂亮 這個另外你自己想想 裝不裝 這輛車我們介紹得差不多 我們接下來再介紹另一部 謝謝Sou的做Model 多謝大家收看JB單車兄弟 今集資訊性太多 因為Zippo Bike太多話說 我們會分享下集 上集我們會說Zippo Bike成立的過程 田中先生的故事 上集會說 這個18000R的車價 我們會給大家看的 下集方面有甚麼 下集有Window 有Shadow 還有Stinger 我們一於分開下集說 因為太長 我怕大家會悶 記住 CLS 還有訂閱 不要論識 去年未訂閱的人 今年按訂閱鍵 支持一下我們 多謝阿蘇今天做我的partner 多謝大家支持 還有 Paul Sir 還有一個Paul Sir在這裡 Paul Sir開機 要多謝Paul Sir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多謝怪獸單車 借出場地和借出產品給我們拍攝 沒有他的幫助 我們就拍不到這個Zippo Bike的專題 多謝他們 下面是會有怪獸單車的資訊 對 我們這裏這裏這裏 就會放回地址 聯絡等 沒錯 OK 多謝大家 拜拜